第1出戲 我入尾的時候是李三良 李三良的戲也是老師很辛苦編寫下來的 那其實兩出戲 李三良跟翁潔夫幾乎 我自己對老師比較不會打頭 對不起 李三良是我覺得最痛的戲 剛才來講 李三良是一個很痛的戲 翁潔夫幾乎對我來說是一齣我很害怕的戲 就是他 老師跟那個 其實我第一次做戲 不是在新團高興教團 做到這齣翁翁潔夫幾乎 我第一次戲是在南洋戲劇團 跟廖老師一起演翁潔夫幾乎 像莊老師為了要教我 他就是有一些比較橋段跟老師互換 然後老師做我的貼心 我做老師的貼心 那齣翁潔夫幾乎 其實是因為在南洋戲劇團 其實老師對我來說不是我的啟蒙老師 因為我還有 BECAUSE 我的啟蒙老師是 端翁潔老師 我由歐羅瓜開始 而且我去做修行 到這裡專修大 那鄉中南高老師在這齣王虧富貴營的時候 其實走的版本不是老師現在的版本 是鄉中南蔣經典導演讀的版本 然後立足以後我也做很長的 做七點半做到差不多要十一點半才耍 快三個多小時 以前依然是學歲是不通的 所以要來看魚人怎麼坐火車 那票也很難買 雖然我跟老師是本來就因為我老公的關係 因為阿翁的關係我跟老師早就認識 但是一直沒有 老師真的都沒有很 就是說從頭開始教我 沒有就是很客氣的老師都會 你這齁 你穿沒關係啊 就是對導演的手法走 所以老師一直一直是一個很尊重導演編劇 就是導演手法的人 所以那時候跟老師接觸 我老師改變我最大的 從王回復婚裡頭 從王回復婚裡頭 其實一開始不是戲 是如何釋放壓力 我以前 我每次在演出戲之前 知道要演出戲啊 我差不多兩禮拜之前 所有的吃的 睡的 然後睡覺 然後什麼東西我都會開始禁忌 然後都會開始很緊繃 所以冰的 冷的 炸的 辣的 手會都歪夾 我非常非常地很緊張 因為我常常很多人會鼓勵你 所以他都會告訴你說 盡力就好 你的演出要盡力就好 但是我就會告訴自己說 當你生病的時候 你連盡力的能力都沒有 這個是不對的 所以我很在意 我非常地在意 但是那個時候 跟南洋戲劇團 跟老師合作 王回的時候 我覺得 老師那個時候 已經七十歲有了 差不多七十歲啊 然後我低老師身上看了 像中老師還沒吃菜 然後 他很放鬆 我在老師身上看到一個 他明明要演出了 然後他是很 很自在在 看待這件事情 然後他沒有那麼的 就是說很緊張 然後我就在老師身上 老師是喜歡喝一點小酒 才睡覺的人 然後 明天要演出喔 可是老師 並不會因為他明天要演出 所以他 不跟我們一起 就是 喝一點小酒 雖然我自己本身 不太會喝 但是覺得老師 會喝一點點小紅酒 然後老師還是很喜歡泡湯 因為那時候我記得 老師也有去我們家 然後 跟老師言談之中 我發現 老師對演戲這段 這段事情 我感覺很放鬆 非常非常地放輕鬆 然後沒有那麼的緊繃 所以我發現 老師的這樣的狀況 在他隔天的演出 並沒有影響他 並沒有影響他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 會太緊繃了 然後 當然我也看到了老師的聲音 那個時候其實 所有聲音的亮度 也都很好很好 可是 但是 你就會問說 老師你早上有喝小酒 不可以給他聲音這麼好 然後 我當然不跟老師這樣 因為我覺得 每次人體質不一樣 不過老師 在那個 相處的那一兩個禮拜 我覺得 老師有感到 在王葵富貴因身上 老師有感到我 就是說 永遠也要有放鬆 放鬆的時候 你把他緊繃的時候 要緊繃 你把他放鬆的時候 你要自己 整個壓力釋放 所以我開始慢慢學會 當然我告訴自己 老師的聲音 可以用這種模式 就是保養 或是怎麼樣 但是 我也會告訴自己說 欸 我的聲音 可以放鬆 我在注意吃啊 注意所有東西的時候 我可以 不要那麼緊 不要那麼神精子 就像阿鳳會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去笑 他說如果你要這麼緊繃的話 以後你可能很難 成為一個很好很好的演員 所以我就覺得說 對 我應該學著 像廖老師一樣 然後放鬆自己 然後這是第一次 我跟老師 在男優器團的接觸